中国中亚机制起步虽然较晚 但是注重务实 尊重各国诉求 深受中亚各国的支持和欢迎 中国和中亚的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也无意同其他机制竞争 只要真正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事情 有利于地区共同繁荣的举措 中方都愿意支持 下一阶段 我们愿意同中亚国家共同努力 不断将中国中亚机制做大做强